哈囉大家好我是貝奇鳥 今天又來跟大家分享冷門角 SP流夜所組成的隊伍 當時我抽到他已經是寂寞啦 沒想到他只是測試一下隊伍 莫名其妙就到了第四名了 那麼究竟他到底為什麼會這麼冷門呢 大家也知道嘛 他的騎兵是A屬性 抽到的也就只是個奶媽 很少人會為了他去換一個閃機來玩 又無法騎 而且有SP巡域的人也不會考慮使用他 而我這個小號在季初就已經選了 盾跟弓的閃機 然而我的衛骨武槍也沒有SP 加重強力輸出角色 就只有可以跟黃中旗鼓相當的強力演員 三紅神域 要不然就是佩克曹曹走單核產品流啦 喂 那麼究竟這兩個主意把空的表現到底如何呢 就一起來看看吧 首先我們先來看配成鈺的衛法功 因為SP612有穩定的奶量 再配上奪魂刮骨 一張奶拉一萬一席量都不是夢啊 所以我就選擇全隊配席兵愛民來增加隊伍的續航能力 賈雪就配戰壁齊空 因為紅度的關係戰壁會給到成鈺跟柳葉身上 但如果特地去調數值給到賈雪身上感覺有點浪費 而且我都只是白板而已 所以我又給了賈雪配的識別來避免爆頭 也許帶發門會更好 但我發門已經用到群攻身上了 成鈺的話就必帶太平道吧 如果工程問題的話可以考慮用先程旗律替代 但我之前測起來感覺是還好啦 先程旗律有發 然後神難埋伏就真的埋伏起來了 沒有要出來的意思 所以我就想說增加一點控制力就配了竹艷 要不然也可以用粉刺印類之類的 比較可惜的是我沒有竭力 要不然竭力加瓜虎奪魂加太平 應該可以讓隊伍再上一個檔次 而由於這隊主要是拿來打中漫速隊伍 如果你太常遇到菜刀隊伍的話 可以考慮夾雪帶碧琦瑞系然後加鐵甲 但還是不太建議這隊去碰菜刀隊伍就死了 後面看戰報就知道 這隊賽隊上洛陽空時比較偏無五波 雖然偶爾燕竹可以牽制到元少 但畢竟只有35%發動嘛 那甲雪的混乱也不一定能成功 但看到朱駿正自己也是蠻愉悅的 不過有時候也會看到成羽打自己人 而且若然攻有技窮 還有SP朱駿可以這樣謀傷 所以蘇鷹還是看雙方的控制有沒有到位啦 順帶一提總覺得臥心常常都沒有發動鎮蛇 不知道是不是他們太悲了 那騎天空的話感覺也是看運氣 運氣好的話可以混乱到旁統 有些打贏高虹的機場感覺是兵力差的關係 也有可能是對面戰訪沒有到滿配的關係 那其他有滿兵對上戰報看起來好像兩邊都差不多 所以有沒有優勢也說不太準 在對上虎成功的話就是劣勢了 擋不住甘寧的爆發輸出 甚至是第一回合就掛了 另外場配到SP鋁蒙力也是差不多 在對上富貴弓跟未把弓的話 就都是被免壓的狀態 在對上無槍時大部分都是小裂瓶狀態 一個很硬一個很貴奶 如果遇上紅度壓制的話 基本上就沒吸啦 SP鋁蒙版的無槍的話也是差不多 對上婦女槍時就看成羽給不給臉了 畢竟婦女槍普遍都是智障型武將 被髮型打下來就很痛 有時候即使夾徐被陣 然後關羽千里開洞察 但成羽有真道人 劉葉穩定回血下來 打出優開滿紅的局面也是不少 不過畢竟鼠槍的同志力才是蠻強的 所以也不一定能穩吃鼠槍 在對上衛法騎時看起來好像有點小優 在對上富貴騎的時候 這組沒有到滿配就是了 還有兵力上的差距 那另外一場衛法騎 只是只有單核輸出而已 對上三四甲感覺算是五五波 雖然對面有趙雲的洞察 但感覺主要還是因為紅度上的差別 在對上孫全騎就是劣勢了 畢竟他能開洞察 而且還有太史詞的祭窮 對我這隊真的很棘手 無騎的話雖然有靈統的必中 但只要他沒有放到孫身上的身上 夾徐就有機會歸避掉前期的傷害 成老後面奶回來 對上單核冤騎的話就是劣勢啦 畢竟他前兩回合免控嘛 然後又能祭窮夾徐 更別說國家還有當風了 很容易被一波帶走 打太外盾的話 很意外的都不至於太差 畢竟成羽可以禁咬 只是相對的成羽也有可能會被魅惑到虛弱 但御少高紅壓制的話還是沒轍 在對上衛法盾時就會比較偏利的事 這還是在我方有5級8球的情況下 雖然DM的紅度也挺高的就是 邀請盾的話 似乎也是比較受到對方紅度的限制 但對上白板藤甲的話 還就能打出小優 對上乾隆張角也是 白板的話都能優開 御少滿紅張角那傷害炸下去 哇 媽媽都要出來了 另外一場沒有滿配的藤甲士士頓 則是可以優開 好一段有遇到一場滿紅的 不過對面兵力少9000兵 這樣應該可以算是幾乎相當吧 這場雖然成羽有震到關羽 但無奈他有洞察 之後獵盒又被魅惑到雙輸出 不過因為對面的魅惑有混亂 所以有讓張飛吃到虛弱 導致燕仁淋傷過 至於曹操配置的話 因為我沒有尾書相間 所以只要用杯蛇來替代 但這組打起來就會感覺有輸出不足的問題 獵盾居落 表現比上一組稍微差一點 上一組雖然成羽很會演導致不穩定 但至少上線比較高嘛 這組在戰法不領配 又是白板的情況下 就真的很難發揮 這隊目前用下來感覺是還行 只是沒有潔力就真的差很多 所以成羽常常演戲 也有考慮過用尋優 改成劉業當主輸出 但因為來不及練將就沒測了 其實很意外這組打慢速盾隊的表現還不錯 所以這小浩克 下一季應該就會走騎兵玩威法騎 預計表現應該會比玩弓好很多 而且聽說未來改版會把ISV流業的騎兵屬性 直接調成S 這樣就直接可以省掉一個閃機囉 OK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有什麼建議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 也喜歡的話 不要忘記按讚 訂閱並開啟小鈴鐺喔 那我們就下次見嘛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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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